跟把微不足道的小事放在心上 那这两本有个共通点就是 他在职场上 你怎么做个贴心的人 话可以怎么说 有一些小举动 我们平常可能没有留意的 怎么样做个贴心温暖的人 重视细节的人 那这两本书都有一些很多的案例介绍 会很推荐大家去找来看 那接下来 我先介绍一下作者 左边锦上玉芝 他是一位日本人 那他是一瞬间的贴心的作者 那他其实是一位牙医师 他虽然他担任牙医师以外 他其实也有做成功哲学 或者是一些引发奇迹 把学习变金钱的技术 这些人生实践的习惯 这些的著作和演讲 所以他在除了牙医的专业以外 他有出书 然后也是潜意识相关领域的老师 中间这一位是周淳如老师 周淳如老师 他目前是结义通科技的执行董事 这是他自己创业的公司 他也是中华秘书协会的理事长 或者是会长类的 也是类似创办人类的角色 他已经有工作大概29年 剩30年的工作经验了 他的特色是 他一路从基层做起 他其实有历经行政人员 服务人员秘书 到总经理特助 然后甚至到副理经理 那到最后自己创业 所以他一路走过来 对服务这件事 对如何待人接物这件事 有很深的 很丰富的经验 那他这本书非常推荐 是他有写很多关于中阶主管 中阶主管的角色 要怎么样对上对下 还有我们一些职场上 比较基层的员工 可能会犯的一些毛病 他都有介绍 那这位老师 我之前上过 他中华秘书协会的课 那他那课虽然说 感觉秘书这个职场 好像是秘书助理 好像女生居多 但是实际上 我去上他的课 也有男生去上 那我很推荐他的课 是因为他会介绍一些 电脑的软体 就比如说 就是让你怎么样 工作效率提升 还有一些 很细微的 比如说电话礼仪 email礼仪 或者是甚至 档案管理的方式 那些我认为 即使在现在AI时代 都还是很实用 因为那是一个 你基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 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右边是我 我是Daisy孙玉芝 我目前是 公安防护设备业的业务 那既然当一个业务 我当然很想知道说 除了靠 我不想要做那种 好像推销型的业务 那不太适合我的个性 所以我想要知道 怎么样用 体贴细心这种方式 去接近客户 毕竟其实我之前 也是在 业务助理的角色 已经也是有17年 以上的工作经验了 所以我对 就像周春如老师一样 我其实对那个基层 的一些新生 以及对服务这方面 有很深刻的体悟 那我在接下来的职业中 我也会朝这方面发展 希望去研究一些 服务设计的理念 去把一些过去的经验 结合实物 能够分享 透过写文章 或者是甚至说书的方式 分享出来 Daisy你说服务设计是什么 对我来讲 因为服务设计 其实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服务流程 比如说 比如说你去 你去一家餐厅 那他怎么样接待你 那就是他在 在你去那家餐厅之前 你光是选择餐厅的过程 还有你跟电话预约的过程 到你进去餐厅 人家怎么接待你 还有你中间点餐 用餐的过程到整个结束 这个都算一个服务流程 那通常在服务设计 这块领域会分成两块 一块是去改善服务流程 那通常会做一些 问卷设计 消费者调查类的研究 那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 那我指的服务设计是指 我想要比较偏向周成如老师 这方面 就是比较重视 在职场上怎么做人 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虽然基层人员 他的位阶好像很低 但是实际上 他是串联公司 每个部门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觉得 就是他们其实有他们的价值 我希望能够借由去讨论 这些服务流程的改善 以及重视他们的价值 能够提升公司的企业形象 品牌形象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从事的是 第二块这部分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周成仁老师 是什么协会的理事长 中华秘书协会 中华秘书 就是就像你讲 他们是在做服务 服务他人的秘书这样子的事情 对就是秘书协会 等于是一个秘书的培训机构 专业助理的培训机构 OK 对 那是这样 好 了解 这边 一个是中华民国专业秘书记 形成人员协会 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觉得秘书不见得是那个吧 秘书好像有些 我们好像有一个秘书 只是旁边一个助理 这种感觉 但是有一种层级的秘书 他是很专业度很高 他等于是 就像是大老板旁边 对 他等于是帮忙 他送离全部的那种工作的那种 他等于是辅佐老板 他等于是最高级幕僚的那个概念 像我记得日本 日本他们那边讲的秘书 秘书这个词有点模糊不清 有点在变异 我们好像常常会以为 好像是一个女生穿的套装 在旁边做一些杂物那种感觉 但其实好像不是 像公务人员里面的秘书这个值得还蛮高的 他其实有些都是当最高级主管的首长 旁边的那种 其实有点像主任 主任那种阶级 对 公务人员在做验室 都是主密来验室 对 他们的秘书那个层级 就是一个蛮高级的层级 所以蛮有可信 这个词就是要 对 这次就是跟我们比较想的会绝对不太一样 好 谢谢 继续 好 那我今天要分三块来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做个贴心的人 那第一个就是职场上如何去表现贴心 第二个是职场换句话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 常常不经大脑就冒出一些话 那其实那些话是不中听的 会让人家对你有不好的印象的 那有哪些话呢 我们待会可以看一看 那再来就是讨论送礼这件事 我们在职场上免不了会 会遇到很多人帮助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感谢 有什么时候是可以送礼 那送礼的挑选方式 有哪些想就是小提醒 待会都可以跟大家介绍 Daisy 我们可以问一下有没有朋友 就是专门应该说今天来 特别听这个这场嘛 对不对 我问一下子强有没有 为什么想听这个主题 就是觉得 有时候想要感谢别人 但是除了谢谢这位老师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对 就想要知道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人家感觉到 你真的很真诚 在表达你的感谢这样 所以是有遇过 你讲的谢谢 人家觉得你是 为什么特别想要讲 去表达感谢这件事情 还是你本来就是很联系 就是想要 可能有时候 人家真的帮了一个 你很大的忙 但是你觉得谢谢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可以让人家感受到 就是你没办法感受到 很谢谢跟一般的谢谢 感动的 对 表达感 nos 我到时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做人蛮失败的 好 有没有新章朋友想要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 老实说我还蛮好奇 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 这个主题的 新章还蛮多朋友的 joins that 如果没有 可以开麦克风讲一下 如果没有没关系 没有的话我来讲 就是我之前 就是我既然之前从事助理的角色 那我又必须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沟通协调 会很多时间必须说谢谢 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一种人就是 就是其实是他本来应该做的事 你只是去提醒他 或者只是把这个任务交接给他 但是他会反过来表现的一副 自己做的风光伟业一样 提醒你 你要怎么样跟我表达感谢 就是有点那种态度反而会让我觉得 就是久了会觉得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吗 我对谢谢这两个字曾经起了疑问 为什么一定要说谢谢 就是有时候部门之间 总是一关接着一关团队合作 才能够把一件任务完成 那我把这件事交给了下一个部门继续接手 可是我必须跟他说谢谢 就是我曾经有一度这么怀疑过 然后我如果体贴一点 我把资料准备齐全一点 让他接手的时候 能够少做一点收集资讯的工作 或者是避免错误 我多做了 但是下一关并不会觉得怎么样 反而是他把任务完成的时候 还会回过头来跟我讲 我帮你完成了一个很棒的任务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表达感谢 所以有这种人 所以我曾经 然后还有像刚才子强说的 就是表达谢谢的时候 好像是不是只有贴图 只有贴图跟谢谢两个字 我非常谢谢你这样 很多个惊叹号这样 就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感谢 是我蛮想知道的 所以我看到这两本说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所以你会疑惑当别人说 你怎么不跟我说谢谢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表达出感谢的样子吗 你怎么能这样讲 不是 不是 你一副就是我不太想谢谢他的感觉 我也没有不谢谢他 我只是心里对这个 谢谢两个字打的问号 会觉得 为什么变成我要去拜托你的感觉 就是 对 所以他觉得你应该 就应该谢谢 好 好微妙的心态的那个感觉 感觉那时候谢谢 不是很真心诚意的 对 所以我们是要来学习 如何真心诚意的谢谢他 对 然后去体验 你去体悟谢谢两个字 到底有什么好处 OK 好啊 韩爷刚才有留个言 他说自己是初心人 想听听看有什么方法改善 其实我跟韩爷应该蛮像的 我说这部分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太 我不太会查阴观色 所以我也是想要听听看这部分 对 好 好 那我会分这三个主题来讲 我们第一个先讲职场上 如何表达贴心 那职场上如何表达贴心 会分成三个角色去讲 第一个是 你是比较基层人员 执行人员的角色 然后第二个是主管的角色 第三个就是通用的一些贴心举动 举手帮忙 在 那个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 中准如老师 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是秘书 等于是总机类的 然后接待人员 那有一天 那林董事长来访 那老师他知道 林董事长喜欢碧罗春 于是呢 他就特地准备了碧罗春 可是他不是 把碧罗春这个茶 递给董事长以后 就默默走开了 而是在奉上这杯茶的时候 跟董事长说 林董事长 这是你喜欢的碧罗春 那林董事长非常惊讶说 哎 你怎么会知道 然后 那个 周老师就说 因为你上次来访的时候 说过你喜欢碧罗春 那董事长 很惊讶的说 哎 你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 那周老师就回答说 因为我们老板有特别交代啊 你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客户 那你会发现 他其实帮公司 打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也帮他的老板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关 那他平常呢 这个访客饮品登记表 他其实就是一个小细节 因为我们通常客人来 就是可能都习惯 当场问说 你咖啡要加糖加奶精吗 或是 茶就直接倒了 或是水就直接倒一壶了 也不会特别去注意 或特别去记下 对方喜欢什么 那他是提醒我们说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不是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因为做完跟做好 这件事 其实就是你在职业里面的定位 别人怎么看你 那他这个访客饮品登记表呢 他就会去记录说 来的人的姓氏 职称 公司 他喜欢什么饮品 还有他有没有特殊需求 那在 举手帮忙 跟谢谢指导这一块呢 他有举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他是比较继承人员嘛 那之前有个机会 可以帮一位经理 一位经理做一件事 就是那个经理呢 他都通常都必须 协助同仁排班 因为他们那个公司 可能都是同仁 必须要轮休 要去排班的工作 那经理之前都必须 负责这一块业务 可是 周老师他就 有一天看到经理 在 就是他可能调到他部门的时候呢 他就 注意到有这个工作 其实他就主动愿意帮忙 这个经理 来完成排班的任务 那时候 经理就跟他讲说 排班其实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去注意 哪个同仁有什么特殊状况 比如说 哪个同仁 他的小孩大概几岁 那他几点要接小孩 那哪个同仁呢 他家里可能有长辈要照顾 所以他几点就要回家看护 或者是 哪个同仁 他喜欢多加班 多赚点钱 那 还有哪个同仁 他可能喜欢休长假 喜欢出国去玩 所以你帮他排班的时候 最好是集中假期 这些小小的细节呢 都 可以去照顾到 每个同仁的需求 所以当 周老师 愿意主动帮忙的时候 经理其实是很开心的 那 他看到经理 其实是很辛苦 如果只是简单的说声 经理您辛苦了 但实际上 也只是一个安慰的话而已 对经理来讲 其实可能只是 短暂 觉得 你注意到我的辛苦 就这样而已 可是 周老师 他是主动的去协助他 分担经理的工作 而且还展现了 学习的态度 让主管知道说 主管是跟自己 就是自己是跟主管 站在一起的 那种心情感受 对你这个人的评价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在协助 主管的过程 你也是 你会学到一些细节 就像同仁排班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 你可能不会留意的小细节 那 谁做主管的过程 一定会学习到一些事 那你也可以趁机 跟主管表达感谢 谢谢他教自己那么多 那 也可以趁机 趁这种专案是 去跟主管 做一些反馈 一些建议 帮助主管 在决策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优缺点 因为其实 做主管的人 他也希望 知道自己有什么 可以改善的地方 希望自己在 交办任务的时候 属下是怎么想的 那如果你愿意跟主管站在一起 就是趁着谢谢指导的机会 然后去跟他聊天沟通 又顺便学习 其实是很棒的方式 很贴心的举动 那再来 如果就主管的部分 就主管的部分呢 那个角色的定位又不一样了 主管就是要来带人了 那 如果他带的是新人 我们通常对新人 就是希望你赶快上手 不要 不要花太多时间交新人吧 然后也希望说 他能够 新人能够错误率低一点 所以主管要怎么做 主管要怎么样做个贴心的主管呢 第一个 其实你要把自己当成复制型主管 什么叫复制型主管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工作经验 整个工作流程 去把它流程化标准化 让 属下呢 不需要再花时间去 去 摸索 去找出自己的 无套SOP 标准作业流程 所以什么叫复制型主管 就是 第一个你要去分割指定 就是要把 把这个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对你的期待是什么 还有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资源 什么样的系统 什么样的工具 让整个流程能够很顺畅 能够提高自己的效能 能够赶快上线开始工作 这个叫分割指令 就是清楚地告诉同仁 目标要求 还有完成期限 以及可以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 有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特别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复制型主管 他其实除了交办整个流程 可以怎么做以外 他其实也可以把自己 曾经面临的卡点 就是在工作流程中 可能比较 哪个环节比较容易犯错 也是可以一并的提醒同仁的 要去留心注意的 而且 你在交办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那些 好像啊 可能啊 似乎啊 大概啊 等模棱两可的用 用语 要给同仁一个很清楚 的任务要求 期望和细节 要传达明确 而且当这个任务 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参考的资料 需要什么着证的文件 都一并的交付给属下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带着同仁 让他安心 然后避免他犯错 知道你在支持他 这就是一个贴心的 复制型主管 那我们接下来看说 在职场上 还有什么贴心的举动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同事生病了 那大家通常会怎么做啊 同事生病住院了 大家会怎么做呢 会怎么 有怎么做过吗 还是就是 或者是有人 就是同事的家人 可能过世了 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做啊 很好奇问一下 我是有一个同事 之前 就突然上班某一天 然后 大家都在传说 他快不行了 就在医院了 然后说什么 这个底筋台 加护病房 然后是心脏 心脏的 反正心脏的问题 这样 然后 只是我那同事还刚进来而已 然后就很 我还蛮紧张的 然后我就 我不是他主管 但是只是同事 跑去医院看他这样 对 然后他看起来还蛮好好的 所以就 所以就 后来很康复 对 对啊 他是那种很容易 不然路上就心惊梗塞的那种 蛮恐怖的 这是我的经验 我唯一有去看过同事这样子 会印象是 有同事住院的话 一般都是主管会带的 大家去看他一下这样子 他可能会送一些东西水果 或什么的这样子 然后 大概一般应该是这样子 那通常 过事好像就是包白包吧 一般如果同事好像 可是同事的家属 像关于你 对 但是家属好像没有 同事的家属好像关于你 对啊 对啊 因为人关系 对啊 如果是同事过失是一定会的 就过去告别失的时候 但是同事家属好像 没有能过这种 你如果在职场遇到就问候医生 对啊 独立好像有 我要讲话 是独立吗 Dolly 我是Dolly 我今天第一次 Dolly 对 好 大家好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发生的事情 那个受伤的是我 因为刚发生就上个月 然后我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然后我就 今天大队姐弟的时候就跌倒 对 然后所以小朋友 还有学校老师们 统统都看到我跌倒了 对 然后 就那一天回来之后 就开始非常 就很多老师啊 主任啊 都传简讯来问 关心我 有没有看医生啊 有没有照X光啊 或者是有没有冰服 或者是伤到哪里 就很多人就传讯息来给我 后来 其中一个老师就跟我讲说 要问我的电话是什么 我就想说 我就跟他讲说 我其实没有在 不太在接电话 因为 那个会打电话给我的都是诈骗的 反正就没有什么信贷的那种 反正我就不接电话的 就没有看到熟悉的电话 我就不接的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那待会有一只电话 你要接哦 我就说那是谁 他就是校长 要打电话关心我 对 然后 那我就跟老师讲说 那你先告诉我校长电话是哪一只好了 对 就没想到就后来那电话就来 所以我就一接起来就说 校长好 校长还很惊讶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电话 然后有一天就主任就送 就是 他说就是校长托他 就是请他要送一盒 苹果来 我家 对对对 所以我就 那一阵子就疯狂被 就知道就是下一个礼拜 回到学校去的时候 也是一直疯狂被学生 或者是老师们在关心我的伤事 这样子 那 大家在那个 就是发生这样子 对方说了什么话会让你 特别印象深刻吗 就是被关心的过程中 对方说什么样的话会让你 特别印象深刻吗 比如说教你 怎么冰服 或者是怎么 怎么去 那个 那个什么 处理那个伤口 或者是要吃什么 营养品 是这类型的话会让你 特别印象深刻吗 还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说法 有印象吗 嗯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就发生 这个整个学校也太多人 在关心我了吧 我就已经觉得 已经 对啊 就是他们有来关心我就已经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 就是我要接棒给他那个老师 因为他必须继续跑 但是他就告诉我说 他很想要来健康中心看我 可是他没有办法走不开 所以他一直挂记着我 所以他隔天又再传奇俊起来 再关心我一次 然后他就说他整个晚上一直想 想着说 对 他就想着说 那个就是 就是是不是 就是他怕我第一天处理的不够完善 然后他就在关心我 然后问我说 要不要去请保险啊 什么什么之类 但我那时候想说 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 这样就是 我只要确保骨头没有受伤 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 就是手还是没有完全好 但是其实没有伤到骨头 我就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对 但是他们或者是其他老师 就说小朋友都看到 就是看到我这样 然后就赶快 都一直去跟他们老师讲说 要关心我 然后我也会觉得 哦 原来没有白交那些孩子们 对 可是你做人很成功 对 就是感觉有人在想着自己 然后在守护自己 所以我刚才听到 我以为是 Lori是 不知道是被撞成怎么样 还是跌倒跌成怎么样 大家 就是 很惨的这种状况 大家 应该是你平常做人就很nice 大家都很喜欢你这样 但其实我真的是摔满重 就是我整个是po guy 就是大家都觉得天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 回去就是小朋友 就还是会跟我讲 老师我看到你 你这样飞出去跌倒 什么的 对 应该有吓到大家 对对对 蛮吓到大家 那我分享一下书中的例子 他就是朋友住院 那这个锦上玉智医生 他是怎么做的呢 我不晓得是不是 日本人的关系 比较平凡 还是说 就是他们比较重视 礼节的关系 还是说他真的就是 这就是一个 很值得学习的文化 那他突然住院的时候 他是每两天 就写信问候对方 就除了去看以外 每两天就写信问候 会让收到信的人觉得说 有人一直在等着自己 守护着自己 关心着自己 那他是怎么写的呢 他会写说 医生请好好休息正直 之后我们再一起做手术 或者是病患和我们 都等你回来帮忙手术 期待再一次跟你一起工作 还有大家都在等你 我相信你会好起来 类似这样子 就是 不要 就是一直鼓励他 让大家知道说 不管你 让他知道 让对方知道说 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家都还是很需要你 那你只要 好好的休息就好了 那种 就像刚才兜里的例子 就有人在等着你 那种感觉是很温暖的 就注意到你等着你 那再来右边 不太熟 不太熟 还这样 很困扰 对啊 有点 我也觉得 我现在觉得很困扰 跟你不是很熟 这样你两头就来 这样子 所以我再说 你那样程度吧 对不对 对我也不晓得 你发现同事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最近一直在加班 那其实你下班的时候 你是可以递上一罐咖啡 甚至一包临时给他 慰绕他一下 福利他一下 那如果是 对主管也是哦 他说你给主管过目的资料 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贴个 贴个便条纸 然后写说 他这个 他这个也是日本人 所以他 我不晓得大家看 就是听完以后会怎么想 他说 院长 我帮你泡了咖啡 今天也请多多指教哦 然后如果你比主管 还早下班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便条纸上 写关心的话语 贴在主管的桌上 然后他说 不好意思 今天我先下班了 那主管你回家的时候 也请注意安全 最近很多人感冒了 回家时候请注意保暖哦 听起来 对我来讲 对我个人来讲 执行有困难 但是 好深的感情 对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啊 那个明明 明明也要讲话 明明你要如果要讲 就直接开个麦克风就好 好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 你说 我是明明 我今天第一次参加 然后我之前也做过秘书 我觉得可以贡献一个 就刚刚Dolly的 就是只要有同事 如果住院的话 我觉得有一招应该会蛮好用的 当然是犯交警啦 就是如果今天是大公司 人很多的话 然后这个同事算是我认识的话 可能就先帮他问一下 那个老报的理赔申请 符合范围 跟可能那张申请书 就帮他印好 放他桌上了 然后这个是最 就是可能认识一般般 如果好一点的 我可能还会跟他说 可能人事那边还是 窗口找谁会比较快 就是有经验 如果说我弟老板的话呢 我当然会帮他填个差不多 八成话签名就好了 然后跟他说 我还希望哪些哪些哪些 就是说要整段这笔 可是绝对不会去 不管什么程度 我绝对不会去看人家病情的状况 我只是跟他说 可能这种范围 跟隆说找谁会比较快 就是不会跟你啰啰嗦嗦 这是就贡献大家 参考看看 看人家病情会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不想讲吧 对 因为我可能也不想知道 我会记不起来 你不想知道 OK 那身边的时候 其实不太喜欢同事来看 看到自己的 就是说你今天还很肿吗 什么你骨头烈了吗 我就觉得算了 也是 因为我感觉 我是比较大啦啦的人 就什么都 口无遮拦的就什么都问 这个要学一下 感谢 对 那像刚才讲的 那个资产高手都很会写的变调子 其实即使不是用写的 我在 就是我们不算我们公司 就会 我发现大家 就是有一些比较知识的同事 他们就会主动的要 去问主管说 要不要帮你买便当 要不要买饮料 类似这样都会主动去亲近主管 关心他 去给他一点区隔 这怎么样做出区隔 有些人觉得 你是什么 狗腿 对 狗腿 他在一线之间 我觉得怎么拿捏这件事情 应该很看感觉 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感觉 我觉得这一能而异 就是看主管的感受度 因为主管会觉得这样做很好 一些主管就是觉得很好 就是这样子在狗腿 还是我在意旁边同事的看法 对啊 如果你要买便当 你就问主管 那你是不是旁边的要忘了问下 对就是大家一起问 中总习惯 我觉得习惯会大家一起问 希望你们一起要买便当 OK 所以应该不至于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你狗腿这样子 如果只问主管就真的比较狗腿 OK 好 然后有一种贴心 老板听得最窝心 大家猜猜看是什么样的行为 老板会觉得很体贴 要不要猜猜看 其实刚才前面有稍微提到 有没有 就是你怎么做 你觉得老板最在乎什么了 老板 跟业绩有关的事情 对业绩 工作有没有搞定 所以其实当老板 常常要做报表 常常要去对他的老板报告 常常要检讨当期的数字 又要思考未来进行走向 那如果说 因为通常 如果数字漂亮 不会有人特别提 但是如果数字不漂亮 他的老板就会来追究他 所以 我们作为员工 我们其实都 常有那种心态 就是 我就是来做事的 我时间到了我就走 那公司有没有赚钱 其实跟我不太有关系 反正我的薪水是不动的 我觉得那是公司 管理阶层的问题 你们自己没有把公司 带定好 所以什么叫有一种 贴心老板听的追悟心 就是如果你表达出 你愿意跟主管一起并肩努力 那经营者 他是其实会觉得 会觉得心里好像 获得救赎一样 就是有人愿意跟他 愿意支持他 那 比如说 你可以跟老板讲说 就是我打算怎么做 可以再多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产品 或者说打算怎么宣传 我们公司的优点 那整个重点就是 你了解公司的使命 目标是什么 想尽办法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不要再让他心烦了 然后 想办法让大家都有 一起让公司变好的 那种氛围 就是有那种团队合作 想要一起努力的氛围 那对主管而言 这就是 这种感受到 全体员工的心意 这就是 最卧薪 最贴心的举动了 对主管而言 那还有 什么叫把每件事 放在心上检查再送出去 我不晓得 你们在工作上 有没有遇到那种人 就是动作很快 就是动作很快 可是老是出错 就是加数据的 的资料老是 要一改再改 那对主管而言 主管希望你 准时交报告 但是我们呢 如果 我们不要只是 听电行事说 我什么期限前要交 我就赶快匆忙 把东西交出去 可是结果出乎一堆 主管还要再 再剪成 就是他报告的时候 才发现 这资料根本数字有问题 他一定会 很博大 所以如果我们 能够把这个 观念放在心上 就是把每件事 把你该做的事都 都放在心上 像主管交代你的 比如说 你这个交出去的资料 是不是已满足 他交代的重点了 那你有没有花心思 再去想说 要怎么样修改 会更清楚更好 还有这些资料 里面有没有错字 有没有资讯错误的地方 都一定修正 检查后再送出去 这其实也是一个 很贴心的举动 未必节省时间 然后做个值得信赖的人 这其实就是一个 很贴心的举动了 再来我们来聊聊 职场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其实 有一些话 我会讲两 这些 那时间够吗 我先讲 时间够 那我就每个都讲 不然我就讲三个就好 一个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你觉得辛苦你了 你们会不会 你们对老板会说 辛苦你了吗 我会 我会 会哦 我会讲啊 这样很奇怪 应该是老板 一般是老板对部署讲 对 会老板帮我们争取一些事 比如说老板辛苦了 这样子 这我们会 但是我觉得辛苦你了 这三个是对老板讲 感觉有点上对下的感觉 如果说老板辛苦了我觉得还会 我觉得OK 但是如果说辛苦你了感觉 好像这三这四个字 也是上对下的头文 对啊 讲话方式可能不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幸福你了感觉上对下吧 对 毕修讲得很对 就是幸福你了是上对下 这是书中要提醒我们的 但是如果像刚才明山讲的 老板你辛苦了 这种中文的说法又OK 那他举了一个很扯的例子 可是我在工作上遇过这种人 就是他被交办说 就是比如说你要请老板 签成什么文件批准吧 那他就留了张纸条 在老板桌上说 老板请你在中午以前 完成签成文件 而且寄信到 比如说副总的信箱 谢谢你的配合 辛苦你了 然后他后面还有加注哦 这个讯息我在上午9点27分 已经亲自到处过你了 同时留了纸条在你办公桌上 请知悉 他留了这样的纸条 还请知悉哦 然后还发email 提醒这个主管 那这个主管呢 他每次他发现说 为什么每次这个同事 他留的字条都会写辛苦你了 而且他为什么会把 要我签成的这个信呢 会同时CC副本给副总 而且如果就是 这是不是代表说 如果我不做 我的老板副总 他就没收到文件 那他怪罪下来 就是 对这个员工而言呢 他的心态一定是说 我要避免被怪罪啊 因为 就是中阶这个主管是副理 然后可能副总交代 说要送 就是 对不起我讲的有点乱 就是我们一般员工 我们员工一般要送签成 要层层签上去嘛 那我的老板是副理 副理的老板可能是副总 要层层签上去 那如果说 我送文件给副理签成的时候 我做了这样子的动作 我email提醒副理说 你要签哦 然后还留纸条 而且我还CC副总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呢 大家测测看 这个员工在想 就很简单 他就想 到时候他简单的就是 他让老板的老板也知道说 他一件事情都做不做完了 那如果剩下来的时辰 拖刀是没做好 就是那个他老板的问题 就是那个副理的问题 对啊 他的概念很简单 但他这样做就得罪副理的啊 对 那我易修解释的很好 所以这代表说 这根本就没有一个信任感 怎么好像对这个副理充满敌意 那如果说 这是一个人的个案 如果说公司很多个人都这样的话 那不就代表说 这个团队气氛是不好的 因为代表很多人都对主管有防备心 觉得主管很恶劣 那所以 书中就提醒我们说 员工不信任主管 虽然说你可能是因为你是新人 然后 老鸟在教你的时候 就是把这样的方法交给你 他就是把他做事的这种流程 就是又要email 又要留纸条 然后又要cc 这样的做事流程 整个交给这个新人 然后告诉新人说 你这样才能够保护你自己 但这也相当于 让员工不信任主管 或者是不愿意主动跟主管沟通 会导致一些讯息不流通 甚至对目标理解不清楚 而且这样子 就是防夸心 你说 反观想说 这个主管是不是常常在搞员工 对啊 要不然为什么大家还要自定给SOP 说你一定要先这样做 严谊师这个主管常常就是 把责任推给下属 这其实还蛮亮面的 不然其实有个方法 你不要用cc的 cc同步两个人 大家都会知道 他的主管跟主管的主管都会知道 你就寄给主管寄给副理 然后你这封信 你再一个转寄给 你跟他转寄给亲礼就好了 就是主管的主管就好了 副理就不会知道你有转寄 你有转寄给他的主管 像被知道反正惨 对是没有错 但是你会让 你想要阅寄报告应该是用这种方法 对啊 所以你要偷偷来 你可能光明正大来 所以原则上是不要阅寄报告 原则是不要 对啊 如果是像这样 如果讲不听 真的太烂了才会 讲不听这样子才能 才能做这些事情 嗯 就是真的 这个主管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要找机会去跟副总 去私下谈的 这个是另外一块 那不过在这本书中 他提醒的是 第一个辛苦你了 以及做这种email 又cc副本这种动作呢 其实他是要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是新人 然后你从第一天 就用这种心态 在面对新环境 面对组织里的所有人 都用这种做事模式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感受到 什么是乐在工作 因为你就是对人 永远都有防范性 觉得自己把事情做好了就好了 然后后面 别人有没有做跟自己 没关系 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 那再来 奉主管只是这个 就是你们不想说 你们有没有常常遇到 我是常常遇到 蛮常遇到的 就是常会在email就说 谁说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谁说 就是比如说要下一个指令 才能够做下一步 那每次呢都要等 那个人做确认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遇到国外要求你 确认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那遇到 好假设是我 我遇到国外要求我 确认什么事情 那我就会去问同事 那我问同事 A同事呢 我就会留下证据说 A同事说怎么样怎么样 奉他指示 怎么样怎么样 回给国外还CC 公司很多人 这种工作 那那个 苏东举了一个例子 他是董事长 有一天董事长 有个急事要求说 要叫各个主管呢 在今天下午三点前 把昨天会议资料 会诊过来 交上去 然后那个 那个老师呢 他在 他在写 因为他是秘书的角色 那他在发信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说 奉董事长指示 请各位主管 于今天下午三点 把昨天的会议资料交给我 那 那个 如果不交的话呢 我看一下 如果不交的话 就是请自行跟董事长解释 他这样写给大家 那他一发信出去呢 副总他就 他就打电话回来 问这个老师 说 诶 董事长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那老师就跟他讲说 哦 是今天早上9点讲的 然后副总就说 诶 可是昨天开会的时候 董事长就答应副总说 他的资料可以晚一天 再交就好了 然后他们接下来就开始 打笔仗了 因为老师会觉得说 我是奉董事长指示 又不是我要的 你有 你做不到 你自己去跟董事长讲啊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他们就开始 再打笔仗 那后来呢 老师就被董事长叫进去了 因为 因为 因为他就是 副总后来就把这整个过程 的信呢 就就转给董事长看 然后所以老师就被董事长叫进去了 那 那其实这就是 我们老师 我们其实心里是希望说 要各个部门的会议资料 资料资料 那 好 好让我赶快交上去给董事长 可是用词是有问题的 我们老师说 奉董事长指示 或奉主管指示 你要赶快怎么样怎么样 他建议我们 应该要经过内化 专程 同仁可以理解的语言 就是说 应该要改成这样的写法 就是 为了快速达成 部门间的会议资料整合 麻烦各个主管 尽快把资料交给我 以令我协助各位 统整资料交给董事长 那如果说 大家在外面呢 没有办法及时的交交 请让我知道 让我知道可以怎么帮忙 可以怎么协助 以便回复董事长 就是用法 用词要改一下 所以会让我联想到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的 在工作上常常会有一些 好像需要同事背书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工作上会遇到这样的人 还会需要 他做的什么动作 都还要叫你再签名一次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有吗 职场上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同事吗 就是希望你帮他的工作做背书 会吗 没有 好 刚才是说 做什么工作都要签名一次 是 对啊 就是做重要的决定 就是下一关 他要递交给国外之前 他做完的资料 要你签个名 或者是说 即使你不签名 你人在外面 那他就会在email写说 奉谁的指示 结论是什么 请怎么样 我刚前面没有听 因为我刚刚去上席 没有很清楚 但是我们公务机关 是本来就要要 因为公务机关 公务机关你过一关 什么东西你过一关 那个本来就从中间 接手人都要签名 但是等一下讲 是比较跟他业务无关的 就是这是你的业务 他只是要他的背书认可而已 公务机关 没有说 可能不是他的业务 不是他的业务 你根本就不用看 为什么还要把他背书 对啊 他的意思是 可能没有背负责任的问题 对啊 还要背书 因为公务机关是 你说这种公管 像设计的机关 本来就要给他们盖过 签过 这样子可以出去 这样 所以本来就是都要背书 所以就没办法 那你们在 内部在传达文件的时候 会写说 奉哪个主管指示 要怎么做吗 就是大家会有 会有讨论的空间 或者是 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那句话 就直接签了这样 会吗 看状况 有些时候 这个是主管讲说 怎么做 大家就会说这样子 对 然后有时候是 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会讨论 他会讨论完 这就是造了决议 大家这样子做 这样子 所以状况不一定 OK 好 就是你的意思 是避免拿着 那个令牌 在指示大家 对不对 对 就是 一样在推责任的意思 对 在推责任的意思 好 我讲 这一页是 这又不是我工作 我不晓大家 有没有常听到 这句话 在职场上 常听到说 这又不是我的工作 这跟我无关啊 那你通常听到这句话 你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样 你会有什么 直觉的感受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计较 就是分的那么清楚 很难 很难巧 请你帮个小忙 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怎么都不肯帮忙 这样子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 虽然 这可能真的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可以改成说 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件事 看如何分配工作 因为有时候 我们直觉的说 这又不是我工作 有时候背后考虑的是因为 第一个 也许不是我真的不愿意帮 而是我的能力不足 或者是我不太擅长 我没有做过 所以我直觉说 这又不是我工作 你去找他 但是在职场上 你要怎么样做个贴心的人 你应该要换个角度 换个方式 讲说我们来拆解这件事 看如何分配工作 如果是你能力不足 那你就可以说 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可是经过我这样评估 我觉得自己可能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有待提升 我现在缺乏必要的经验技能 来完成这个任务 那如果说 但是如果你愿意 培训指导我 那我也许将来 我可以升任 类似的任务 我愿意投入 额外的时间来努力学习 希望你能够 指导我支持我 或者是说 这工作我不太擅长了 有没有人有 类似的经验呢 或是这件事 我没有做过 我可以向谁去讨教学习呢 换个说法 换个说法 好 再来就是送礼要有故事 谢谢说尽心看礼 送礼的部分 送礼呢 礼物要怎么选 然后现在要让 现在可以让对方开心 还有应酬点餐的方法 怎么夸奖 怎么感谢别人 那我们第一个看礼物怎么选 重点就是要表达你很特别 要表达你很特别的心态 那选择礼物的时候 他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 有一次他帮一个朋友 结果没想到 帮完以后 这个朋友竟然送给我 公司同事 每个人一份饼干礼盒 为什么这么盛大 那是因为 那个朋友跟我说 因为我真的帮他一个大忙 让他非常感动 而且呢 他想要让我的同事知道说 我帮他做的这件事 真的很重要 值得糟糕天下 而且他还特别去选了 一个很知名 很好吃的品牌 来送礼 趁机告诉我说 自家饼干要排队的哦 是因为你很特别哦 所以我才特别去 特别去准备的哦 的礼物 那在礼物在选择的时候呢 尽量是小包装 小包装就是 如果同事要分送 大家吃的话 手不会弄脏 然后放在包包里面 也很适合 还有就是 可以选当地的名产 或者是说 就选当地的名产 这样你就会有故事来讲吧 那例如 例如 比如说送礼 也可以用符合对方的情况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送给这个人 但是你知道他在 他很注重运动 他在健身 那可以送他什么呢 就可以送他综合坚果 当点心 然后可以跟他讲说 因为这些坚果 可以减轻你的疲劳 然后增强你的内脏肌 很适合运动员 那如果说你知道 对方正在做减糖饮食 就是注重减重 那你就不能够送他巧克力 不能够说 这款巧克力很好吃 请享用 你反而应该要送他 能够舒缓减重压力的 类似花草茶 尽量去挑选 当地才有的名产 或者是你可以买自己 居住地 出生地的特产 只有当地人才买得到的礼物 当地住民的点心 这都是很棒的礼物 那在买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送人 不要因为身份地位不同 就对身边的人有高低区别 就比如说 他说像逢年过节 其实你也可以挑选 最好的礼盒 送给大嫂阿姨 因为对继承员工来说 他们很少有机会 收到这么精致的礼盒 所以这个也是很棒的 那在挑选伴手礼的时候 刚才有提醒过 就是你要轻松不负担 然后拿起来 不会弄张手和衣服的 方便发送的 然后能够放进包包的点心 是最好了 他选择个别包装的点心 可以让他在工作空档 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吃 什么叫做贵债速度呢 送礼贵债速度 就是你在送礼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 因为致谢贵债速度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表达感谢的时候 其实时间会比 时间会比内容还重要 就是他说 即使你写的感谢信 内容很普通 但是只要你记得 很早就有价值 有背景一套 不好意思 你把小朋友赶出 在推他吗 没有 他在旁边玩手机 好 然后他说呢 就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碰面 那就是如果说 你去拜访 拜访一个公司的谁 那你就可以当天回复他说 感谢你波容跟我碰面 那从贵公司的 贵台人员开始 贵公司的职员 给人的感受都很愉快 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十分谢谢你 波控跟我这样 跟我晚辈 跟我这样年轻的晚辈碰面 那如同你这么成功的人士 你的气度就是与众不同 今天跟你见面 我真的非常开心 如我再次跟你致谢 我非常谢谢你 那如果是你去听一场演讲 也可以说 今天有幸来听 你教授演讲 请教授多指教 今天演讲真的很精彩 谢谢你 尤其是教授 你提到的什么观念 让我受惠良多 有什么体验 那我打算 从明天开始 照你说的去做 我也很期待 你下一次演讲 请多多指教 所以速度是很重要的 即使你写的内容 是普通的 但是你可以提到说 就是你的经验 你学习到的东西 这是会让人家 对你有好印象的 再来 这个我就先跳过 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难免会应酬 会大家聚餐 那有时候要招待一些 不管是招待同事 或者是客人 那以招待同事来讲 如果是主管要 第一个先问饮食经济 就是说 如果你是负责筹备 这次的聚餐 或者是你是负责点餐的人 其实呢 你第一件事 应该是把菜单拿给现场位阶最高的人 请他问问他说 要点什么 那如果说 他说你决定就好了 你点菜就好了 那你不能真的就自己决定 你应该要先问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饮食经济 比如说 有没有不吃牛的啦 不吃辣的啦 或是吃素的啦 这些要先问 而且你在点菜的时候呢 也不是挑自己喜欢吃的 或是 或是挑最贵的而已 而是应该要重视 让人愉快享用 你可以挑选那些 摆盘比较特殊的啦 或是煮法比较特殊的那些餐点 可以去制造话题 那在公司聚会的话呢 他是建议说 最好一人一份套餐 不要大家一起 就是很 因为一人一份套餐的话 这样比较干净 比较舒适 那而且 付钱的人跟吃的人 如果大家必须要分开付的时候 这样也比较不会伤省 也比较容易计算 所以大家一人一份 大家都省事 也可以比较专心在谈话 那如果你是主管 你要去主导 就是你要 你负责邀请大家来的嘛 那你可以用 每个员工的家人 当做话题 去暖场 那就可以 就比如说 谁有几个小孩啦 然后小孩的学业怎么样啦 他的嗜好是什么啦 这些都是一个 很好的开场话题 再来夸奖的部分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比起外表 人们更喜欢别人 赞美自己的内在和人品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可以夸奖说 你不经意的体贴 总是让人觉得很疗愈耶 我很喜欢你这种 很体贴的感觉 然后如果是你 是跟对方第一次见面 你也可以 只要把自己感受到 比较正面的印象 去说出来就好 比如说 虽然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可是从你的谈话中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开朗的人 那跟你在一起 我都觉得 整个人都变得有精神了 还有我觉得 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或者是说 谢谢你 这次把这个聚会 准备的这么周全 谢谢你 陈某你的帮忙 准备那么周全 想必你一定是个 很细心的人 就是夸奖你感受到的 正面形象 再来呢 感谢信 就是像刚才讲的 面谈后当天 就要制写了 是比较好的 那这些的写的重点 就是感谢对方 安排这个时间 跟你面谈 然后谢谢公司 去夸奖他公司的 比如说环境 或者是人员 还有夸奖对方 还有从对话中 学习到什么 最后再跟他制写 那再来就是提醒大家 感谢信 就是因为提到感谢信 有一个email的 贴心的重点 提醒大家 就是写主旨 因为我常看到 那个职场上 职场上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信 就是我发现有人 会把整个信的内容 贴在主旨上 写到很长 就比如说 比如说要开发票 他就会写说 发票如附件 以于几号出货 请协助请还 谢谢留意 他把整个 等于信件的内容 都贴在主旨里面的 那我不晓得说 大家有没有遇到 这样的情况 先提醒 我不晓得说大家 在写email 通常是怎么去写主旨的 想听听大家都知道 分享一下自己的 做事经验 我会浓缩 我会把我写的那个东西 因为我平常写公文 也要写主旨 所以我都会类似那样 去浓缩 大概一行字 十几个字 去写说 我大概是要知道对方做什么 或是我有什么事情 这样子 十几二十个字 就是目的 打起来不住 那还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通常都怎么写主旨吗 遇到什么经验 有没有遇到我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会把等于你信中的第一句话 整段都贴到主旨上 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 因为像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信 我会觉得是不是垃圾型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这封信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是叫我看发票呢 还是跟我通知出货呢 还是叫我清还呢 还是就写的太长了 那其实信件主旨 也是搜寻信件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来源 所以最好是在前面 加上像这里讲的 像老师的习惯是 他会把这个信件分类 比如说公告会议通知 邀请这些 询问通通 通通把它加注出来 然后注明时间地点 以及要的动作 以及重点的事件 然后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主旨要让大家一看就懂 而且要随事件更新 因为有时候一个专案 你讨论了很久 但是发现 那个主旨都没有更新 而且 而且呢 我在工作上 还有看到一种情况 就是 他的主旨竟然只是一串数字 因为可能在讨论一张订单 但是订单的 在讨论什么主题 其实看不出来的 他只看到订单号码 在那个email主旨 那我觉得这样是 不太适当的主旨写法 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是有遇过那种 讨论一个专案 可是信件主旨 并没有写出 正在讨论什么重点 而是只是一个订单号码 那大家会这样吗 我是不会 有些就歪楼 就是原本在讨论某个歪楼 就是在讨论某个事情 中间插出去 结果他主旨还是用一样的 他那个同样一封信一直来回来回 就是同样一封信一直 你回我我回你 你回我我回你 结果主旨都是同一个 就是一直R1这样 但是最后讨论某一封信 偏掉他没看一个新的主旨 对啊 对啊 这也是一般方式 会要注意的事情 对因为这就是一个很贴心 要注意的举动 因为你当然可以维持 同一封信继续谈 但因为都是相关的人继续谈 但是你讨论到新的 重点的那个主旨 其实是应该要更新的 好那我接下来做个结论 就是我们有讨论到三个主题 一个职场上如何表达贴心 职场换句话说 还有送礼要怎么送 感谢要怎么说 职场如何表达贴心 就是对员工而言 主动的举手帮忙 可以加深主管对你的好印象 那你也可以趁机学习 让主管知道你是支持他的 那对主管而言 建立一套标准的SOP 甚至把你之前工作经验中 会流程中会有的卡点 容易犯错的地方 都一并的交给同仁 然后守护的话 就是你让你的生命的同事 需要慰问的同事 表达说你是在等候他们 守护他们 期待他们一起回来工作的 这样的心 然后放心上就是 你在交付报告的时候 要把主管交办的事情 或即使是同仁 同事间希望你做的事情 那些细节都尽量放心上 检查完后再送出去 不要让后面的人 还要重复的修改回来找你 那其实也是很困扰的 那职场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刚才有举例 奉主管指示 这其实是尽量少说 要换句话说 然后这不是我的工作 虽然即使 它真的不是你的工作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 换个讲法 说你是愿意学习的 那我们可以来 拆解这样的工作任务 有什么部分 也许我可以初步先帮忙 那后面我的能力可能不足 我可能之后学习了 我再来帮忙 那送你要有故事性 感谢收尽心坦理 就是礼物要怎么选 我们要选小包装的 然后要选 为什么你送它 就比如说 它是重视健身的 它是重视健身的 那或者是它是 有什么故事性 你当地的特产 为什么想到它 这个都是挑选的重点 那夸奖跟感谢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重点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抱歉 等一会后面再赶进度 那我想问大家 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有一个想问的 就是刚刚讲到感谢信那个东西 是大家工作真的会写这个吗 因为我不是做业务 那种跑业务的 我的工作不是做跑业务 不是那种要去争取订单 或是常常需要拜访客户 我的工作不是做这种 我的工作比较像是 一般上班族那种 就是做你基本的工作 然后我接触的都是说 大家可能都是做 自己本职上工作 是因为我们工作有相关 所以我说要交办对方 对啊 你要做完 然后成功要给物 我是属于这种的 对那好像这种的 我几乎没有在写过感谢信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工作上是真的会碰到 感谢信这种状况 还是 为什么状况才会需要写感谢信 如果那种跑 你需要争取客户 争取订单那种的 或许可能会有这种的 但是我不知道 其他一般工作会去写 太清楚 好像最多就是 如果说工作做完了 那我可能就是用简讯 Line啊 简讯跟他说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合作 类似这样的 课套这样把它解决 对啊 我好像很少 我专程为了这个 去记忆一封信 你竟然都说他是课套 表示你不会写这个 对啊 我做我的工作性质 我也没几乎没碰过有人 会特别去勾行 就是长篇大论说 感谢什么什么东西 他都是结束的时候 啊谢提供合作 这样子 是这样很短的讯息 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感谢信这部分 我不要想了解大家会 什么状况下 真的有在写这种东西 对 因为听起来感觉 感谢信他这个 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我有一篇比较简短的 感谢的这种 听起来是一个问题 而不是单纯一两句话的 那种讯息 这样子 有吗 大家没有想回复 我自己啦 我自己也没有写那么正式 只是在line里面 那曾经就是 也许因为我的角色是业务 那我觉得 这个是蛮重要的 去拜访客户后 他愿意拨控 跟你见面 然后把这样的讯息 留在他的line里面的话 就是即使过了几个月 他在经理line的时候 也会看到我 那就是会再回想起 这个人当时见面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提醒 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曾经做 就比如说在做 大型专案的时候 是需要客户的协助 不管是 不管是现场材料的准备 或者是餐饮 他主动的帮忙叫餐 或是接送的安排 或者是帮忙提前开发票 去赶结案的进度 这些我都觉得是 很值得感谢跟夸奖 那当然不用像 我书中提到这么正式 但是我觉得 这都是一个 很值得写的感谢心 所以你也是用 主要都是用line在 我只是line而已 line或顶多email 但是line为主 因为line就不用写很长 但是line 因为还可以附贴图 就比较窝心一点 请问一下 你刚才感谢信这个部分 是从来本书 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那本书 出来 日本人 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比较少 正式去写一个感谢 然后现在进入是line这样 传一传这样 对 我是想提一个问题 或是想法 其实我觉得 AZI上面写的 比较偏 比较偏 技法 或是技术 或是用法 但是 我在想 这应该会回归到一个人 他到底 本身是不是一个贴心的人 怎么样养成 有这种贴心的认知 或是习惯 或是态度 其实我原本想要蛮期待 听到这一块说 就是大家不知 大家觉得还是 因为如果真的是做 流于表面的话 就是做这些事情 可能大家会觉得 你好像是个很周到的人 可是当然不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反而是 我们回归 我自己觉得是会回归到 怎么样当一个贴心的人 这件事 那我看完书 虽然他教了很多工具 但是回答你的问题 我会觉得 做个贴心的人 就是类似 重细节的人 重细节 那虽然这感觉都是表面 但是我们问问自己 这些点 我们在职场生活中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 有体贴过对方吗 就像刚才讲的 支持主管这样的想法 我们有想过吗 因为大部分应该是 离他越远越好吧 不然他 他要忙着报告或什么 就是忙着交数字 在他的房间里 可能觉得很烦躁 那你应该是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 应该是会尽量远离吧 不想被牵扯到吧 我觉得如果说 你是 你很担心你的主管 或是你觉得 你觉得主管需要帮忙 这些变得一个 很自然而然的行为 不会是 不会是有这样 就是我要远离 这个主管的这种心态 就是如果你的 大家一开始的认知 是在这一块 因为其实老实说 很多状况是 你不是疏伤 或是 我们 就可以有自私化 可以面对到的事情 变化是千奇百怪的 所以就是会回归到自己的初心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很细心很贴心的人 我个人觉得 这个比较困难 就是你要怎么成为一个 因为那涉及到人的本质 有些人他的性格 就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喜欢上班的时候 跟同事或跟老板 有太多交情 情感上的交集 对他可能就是工作做完 他就下班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而且那有时候 第二个问题是 有可能涉及到那间公司 他喜不喜欢 公司文化 也有公司文化 像刚刚讲的感谢性的东西 台湾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文化 那有公司你不喜欢 那有老板你不喜欢 你还给他贴心 你不是自找麻烦 所以我觉得 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技法的好处 这些技术的好处就是说 你有需要 就可以把这些拿出来用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学生技术是蛮有用的 因为当你需要的时候 就算你不是那么贴心的人 你本质上不是这样子 但是你表面有做到 其实就够用 因为一般同事 我觉得一般同事和长官这样子 你做到表面其实就蛮够用的 因为你不是整天相处在一起的人 他不太会察觉到你的真心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真的吗 我觉得跟同事和长官 不太会察觉到 要很密切的人 那种朋友到夫妻那种 真的我觉得到那种人的真心 不然这种表面上夫妇有做到 其实大家就觉得很OK的 我是觉得工作上这样做到就可以 所以我会觉得学这些技术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其实我个人也没有很喜欢 去跟长官还有同事之间 有很深入的情感交流 但是我觉得表面上的东西 有做到其实就用了 OK 其实我说真的 有些人搞不好你的长官 也不想要跟你有很深的情感交流 如果是一个贴心的人 他自然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自然知道 那个贴心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读懂对方的心 对 就是一个共情力这件事情